12月26日,莫古泰国版发文称 来宾成员Lisa可能将前往巴黎参加《行尸走肉》系列的拍摄 近日,Blinds注意到《行尸走肉》官方Inz账号关注了Lisa的个人IG 许多人认为,这个小动作是他即将首次演绎的好兆头 如果得到确认,他将成为集真理之后 第二位在好莱坞首次亮相的来宾成员 这将与智秀一级成为第三位跨界演员的成员 除了《行尸走肉》Inz官方账号关注Lisa之外 在该剧中,扮演达利尔·迪克森的诺曼·瑞杜斯也关注了Lisa 去年10月,两人还被发现在法国观看《巴黎生日尔曼队》 对阵纽卡斯尔连队的比赛 《行尸走肉》官方Inz账号曾分享过两人在活动现场的照片 近几个月来,Lisa一直往返于韩国和法国 因此,有很大的可能性将参与其拍摄 如果确定加盟,也能看出Lisa进军欧美的脚步一发坚实 也意味着更广泛的国际认可 爱到韩文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